上回说道,陆安被名人一把从看台上推了下去,以一个很尴尬的姿势来到了比赛场,陆安躺在地上迟迟不肯起来,守局索性率先发起了攻击,抱起扇子就朝他敲了下去,陆安不慌不忙,掏出苦无一挡,一阵浓烟过后,地上早已没了他的身影,守局抬头一看,呀呵,小子躲得还挺快嘛,只见陆安说道,当不当中人什么都无所谓了,但是男人是不能输给女人的,妈的,敲伙子还挺嚣张,给老娘死。 又是一阵浓烟过后,陆安再次消失在了原地,此时躲在树后面的陆安心想,虽然这么说,但是男人也不能打女人,而自己又不想挨打,这可如何是好,现在的他根本无心战斗,抬头看着蓝蓝的天空,白云真好啊,那么的自由,守局看到后就不高兴了,这小子实在小看我嘛,看老娘怎么收拾你,然后就施展莲幼之术,再次对他删起了大风,大风过后,陆安也施展影子模仿术,开始反击, 手局赶紧几个后跳躲开,见影子不再往前动,就用扇子在地上画了一个线,你的人数早就被我看穿了,这就是你影子的极限了吧,哎哟,小姑娘还挺聪明,陆安又抬头看了看天上的云,然后蹲下身,两手接了个奇怪的印,看台上的阿斯玛开始了解说,说这不是什么印,只是他的习惯动作罢了,陆安一旦开始思考策略的时候,就会做出这个动作, 还说他之前给陆安做过一个智商测试,结果显示,他是一个智商200以上的超级天才,回到赛场上,陆安想好策略后,睁开了双眼,这时,手局对他再次发起了攻击,陆安掏出苦物,躲到了树的后面,然后脱下了自己的上衣,大风过后,手局气得开始骂骂咧咧咧,一直躲躲藏藏的,算什么男人,滚出来和我硬钢啊,说完后又扇了一扇子, 这时,突然从烟雾中朝他飞来一发苦物,手局大吃一惊,赶紧躲开,随后又挡下了从侧面飞来的苦物,紧接着,陆安的影子模仿术再一次向他袭来,手局呵呵一笑,表示没用的,只要我躲在这个线的后面,就绝对不会被抓到,然而,却见这影子到了他画的线后,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,手局赶紧起身,一个后跳才险些躲开,陆安的影子在他身前再一次停了下来,这时手局明白了,他这是在故意拖延时间,就是为了等太阳落山, 利用谁长的围墙的影子,来增加自己影子模仿术的距离,正在手局以为自己安全的时候,看台上的看酒狼大喊一声,让他看上面,手局赶紧抬头一看,只见陆安把衣服做成了降落伞,正在缓缓的落下来,此时地面上出现了他的影子,接着陆安的影子模仿术再一次动了起来,手局按道一声不好,赶紧起身后跳,三跳两跳之后,再次躲开了陆安的攻击,他抬头看看太阳,心想比赛场里的影子,会随着太阳的落下变得越来越多, 看来要速战速决了,然后他内心开始打起了小算盘,我先这样,再这样,然后再这样,哎,就赢了,果然很聪明的,不愧是我,然后就开始结印准备施展分身,然而他突然发现自己动不了了,这时,只见陆安缓缓地抬起手,说道,影子模仿术,成功, 手局一脸懵逼,不能啊,站在这里应该不会被抓到啊,陆安说,我就好心让你看看吧,然后头向后转了过去,手局的头也随之转向了身后,只见陆安的影子从他身后的洞里伸了出来,原来是陆安利用之前名人挖的洞的影子,增加了自己影子模仿术的距离, 而他之前的几次攻击,是故意让手局测量他影子的攻击范围,然后再一步步地把他逼到这个洞的附近,手局惊呆了,这家伙是什么脑子,随后陆安缓缓走向手局,抬起手说道,我输了,我放弃比赛,台上的观众们人都傻了,陆安的理由是,自己的查克拉不多了,影子模仿术最多也就再坚持10秒,虽然自己想了200多种策略,但是时间却不允许,要我看,你陆安就是贪图人家手局的美色,缠人家的身子,这一手玩得真是高,输了比赛, 输了个媳妇,不愧是你,随后裁判宣布,获胜者是首局,看台上的名人气得哇哇大叫,跳下去指着陆安,一顿痛骂,陆安说无所谓了,还是准备悠闲的看下一场比赛吧,明人一听,对啊,下一场是他心爱的二柱子的比赛,但是到现在这萨斯格还没出现,随后看台上的观众都嘲笑起来,让赶紧进行下一场比赛,三代健壮就说,再等10分钟吧,10分钟之后锁住再不出现,就取消他的资格,就这样,10分钟很快就过去了,正在裁判要宣布, 左柱失去资格时,比赛场上突然刮起一阵风,随后两个人出现在大家眼前,正是好几集没有露面的卡卡西和萨斯格,看到左柱出现,观众席爆发出了热烈的欢呼声,哎不是,先别着急欢呼,这左柱怎么感觉哪里不一样啊,衣服换了先不说,二柱子你这是多久没理发了,这个颜值只能说很棒棒,既然人来了,那就开始比赛吧,我爱罗也就来到了比赛场上,比赛刚一开始,嘎啦就对左柱说,放马过来吧,左柱也不废话,直接扔出两发手里剑, 我爱罗分出一个沙分身接了下来,然后朝着他喷出一大股沙子,左柱跳到空中躲过这一击,用手里剑挡下了我爱罗的手里剑后,对着他的分身展开了拳打脚踢,一掌打碎了这个沙分身后,就冲着我爱罗的本体挡了过去,我爱罗赶紧升起沙盾挡了下来,实际左柱轻笑一声,瞬间消失在原地,紧接着出现在我爱罗的身后,速度快到沙支盾来不及防御,一拳打在了我爱罗的脸上,他身上的沙支铠甲也随之裂开 一击得手,萨斯基再一次冲向我爱罗,两三下躲过了他的沙子后,冲到他面前飞起一脚,又把我爱罗踹出巴掌远,随后开启了嘲讽技能,怎么了,就这点本事吗?看来左柱这几天还真没白练,原来长得不止头发,本事也见长了 左柱不打算给我爱罗喘气的机会,又一次朝他冲了过去,然后围着他开始疯狂的转圈,接着越过我爱罗的沙子,来到他身前,对他展开了体数攻击 看台上的小李,现在心情十分复杂,萨斯基,你果然是个天才啊,我为了达到那样的速度,花费了很多年的时间 而你,竟然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,你说气人不,比赛场上,挨了半天打得嘎了,人都要被打傻了,这样你们还打得屁啊 然后双手结印,开始施展沙之盾保护自己,萨斯基健壮,赶紧冲过去打出一拳,却被沙队上面冒出来的刺给挡住 此时,沙队里的我爱罗双手结印,嘴里还念念有词,木木的视频真好看,看完还得点个赞 随后,沙之盾上方出现了一只眼睛,看台上的手机和看牛郎心中一惊,心想干了,我爱罗这是要使用那个人数了 他估计已经忘了他们的计划了,只见沙子里的我爱罗邪魅一笑,小子,这回你打不大老子了吧 锁住不耐烦了,冲上去扔出几发苦,却根本破不了沙盾的防,然后他跳到沙盾后面打出一拳,又被沙次给逼退 吃了几次后都毫无卵用,看来这是要逼我放大招了 只见撒斯给几个后跳,跳到了比赛场的围墙上,然后双手结印,他手上的查克拉形成了大量的闪电,并发出刺耳的声音 就好像一千只鸟在叫一样,这不是卡卡西的雷千吗? 但是在锁住手上,这招叫千鸟,只见他快速冲向我爱罗,然后一击打在了沙之盾上 竟然生生的打破了嘎拉这个绝对防御 沙盾内的我爱罗也受到攻击,身体开始流出了鲜血 看到自己的血后,他发出了一声嘶吼,佐助赶紧把手伸了出来 和他的手一起出来的还有一只巨大的怪物爪子 佐助后跳躲开他后,爪子就又缩回了沙盾里 佐助疑惑地向里面看去,看到沙盾里出现了一只怪物的眼睛 吓得佐助差点当场尿了裤子 过了一会儿,沙盾慢慢散去,只见我爱罗捂着肩膀站在原地 这时,看台上伪装生暗部的钥匙都开始了行动 他双手结印施展幻术,在场的观众们纷纷挥睡了过去 卡卡西等人察觉出不对劲后,及时解开了幻术 另一边,四代封影缓缓地看向三代火影 突然,他身后的侍卫冲了出去,在屋顶放出了开始行动的信号 与此同时的木叶村外,聚集了大量的杀人村的人者 看到信号后,他们也开始了行动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了 感谢各位的观看,我们下次再见,拜拜